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会儿女主又闻到了那股汗臭味 也再次感觉到有人在被子上摸索 女主费力的抬起头一看 竟然是一个盲人老头 女主再次大喊了起来 可姨妈赶到时这个人又消失了 女主赶紧就把刚才的梦境告诉了姨妈 姨妈听了后是若有所思 然后在女主的被子上放了一个纸包 然后让女主继续睡觉 很快女主再次进入了梦乡 可不一会儿 女主又感到有人在摸索 不过这次那个盲人老头摸到纸包后就消失不见了 至此女主再也没有梦到过那个老头 转过天 女主问姨妈是怎么回事 姨妈说在古代盲人乞丐去世后就会变成讨钱鬼 他们在听到钱的声音后半夜就会过来找钱 因为女主今天摔了存钱罐 所以引起了讨钱鬼的注意 于是姨妈就在纸包里包了一块钱 将捣钱鬼给打发走了 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第七个故事 超能力 故事开始 小美正在进行暑假课外调查 她选择的课题是超能力 为此小美邀请小胖到家中做客 因为大家都传闻小胖可以用意念使铁器弯曲 随后小胖来到了小美的家 小美拿出一把勺子 让小胖演示给自己看 小胖说自己的超能力只有别人骂自己的时候 才会被激发出来 于是小胖就让小美不停地骂自己 小美也只好照做 不停地骂小胖是个傻瓜 果然眼看着勺子变得弯曲了起来 由于弯曲的过程太快 小美说自己没有看清 然后就又拿出了几把勺子 让小胖做实验 小胖也一一照做了 此时时间也不早了 小胖要起身回家 在临出门时 小胖向小美表白 说自己一直很喜欢她 小美听了后 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看上去小美应该是很厌恶小胖 随后在回家的路上 小胖一直心神不宁 这时小胖看到 远处的高压铁塔 竟然也变得弯曲了 小胖也就明白了 在自己走后 肯定有人在恶毒地诅咒自己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大家猜猜看 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第八个故事 私房钱 故事开始 这天的夜里 男主正在家中睡觉 忽然感觉有人压着自己 睁眼一看 是个脸色惨白的老头 男主一下子就认出了对方 他是刚刚病逝的松岛大爷 松岛大爷看着男主 不停地念叨着蔡菜子的名字 男主也明白了 松岛大爷是把这里 认成了自己的家 而把男主认成了自己的老伴 于是男主告诉大爷 说他认错了人 松岛大爷恍然大悟 然后就消失了 不过在消失前 还是念叨着马克思 第二天 男主找到了蔡菜子大妈 将昨晚的事告诉了他 大妈说 孙岛大爷患有老年痴呆症 连老伴也不认识了 大爷在去世前 一直在看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 也许那里会有什么秘密 接着大妈拿出书一看 里面居然夹着十万日元 估计这是松岛大爷攒的私房钱 蔡菜子大妈要将钱送给男主 但男主坚决不收 当天的晚上 孙岛大爷再次来到了男主的房间 掐着男主的脖子 大喊蔡菜子 你为什么不收钱 是不是看不起我 男主无奈地说 孙岛大爷您又认错人了 孙岛仔细一看 连连说对不起 然后尴尬地消失了 第三天的晚上 男主正在洗澡 忽然孙岛大爷再次出现 抱着男主是又搂又亲 看来大爷又认错人了 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第九个故事 魅行 故事开始 小美发烧了 偏偏她患有癌症的奶奶也病危了 没办法 家人只好赶到另一个城市去看望奶奶 家中只留下了小美一个人 在临走前 妈妈把奶奶送给小美的魅行娃娃 摆在了床头 安慰小美 说有娃娃的保佑她的病很快就好了 睡了一夜的小美 头还是昏昏沉沉的 接着小美来到了卫生间起诉 在刷牙的时候 忽然感觉嘴里有头发 小美也没有在意 而第二天刷牙的时候 小美换了一个新的牙刷 结果又从嘴里吐出了几根头发 小美看着头发陷入了沉思 这头发怎么这么眼熟 回到卧室一看 这不正是魅行娃娃的头发 这时小美忽然晕倒在了床上 等她再次醒来 感觉肚子里一阵恶心 于是哇哇的大吐了起来 只见吐出来的除了一大坨头发外 还有大量的鲜血 然后再看魅行娃娃 就像化疗的癌症病人一样 已经没了头发 故事到此结束 最后一个故事 领域 故事开始 女主刚刚来到一家酒店工作 男同事带着她熟悉业务 当走到六楼时 男同事神秘的告诉女主 这栋酒店哪都可以去 就是不要去601房间 女主问为什么 男同事也没有回答 只是诡异的笑了笑 这间女主职业班 路过601房间时 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 于是打开门走了进去 这里和别的房间并没有什么不同 女主有些失望 刚要离开 忽然听到卫生间里 传来了洗澡的声音 接着一个国体的美女 痴淋淋的走了出来 而女主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像丢了魂似的 跟着国女来到了床上 来了一场不可描述 转过天 女主从床上醒来 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 女主害羞的走出了门 发现所有的同事 都在诡异的看着自己笑 故事到此结束 怪谈星尔寨的故事 有长有短 涛哥基本整个系列都看了下来 里面有些故事 不一定是恐怖故事 有的只是比较传奇 人体风格比较新颖 当然还是那句话 分断是小故事恐怖电影 不要谈逻辑和前因后果 吓人就完事了 明天涛哥将为大家带来 怪谈星尔寨最终也第二话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最后再说还得到最终的电影 点赞和门 你的电影 和转发